小伙挑战零下40度的冰块牢房 只要一个小时从里面逃出来就能赢到10万卢布 每次脱掉衣服就能拿到新的工具 在这极寒的天气里 他能挑战成功吗 主持人拿来一杯常温的汽水 让他连水带冰全部吃掉就能拿到工具 小明尝了一口 差点把牙冰掉 这一杯冰水下肚 身上唯一的热气也被掏空 好不容易喝完了 还要接着吃冰块 小明咀嚼着比牙齿还要硬的冰溜茶 再也受不了了 而主持人却说没关系 只要脱掉一件衣服也可以拿到新工具 小明想了一下决定脱掉身上的外套 一手浇衣服 一手浇工具 工具是一把祖传的耙子 拿到耙子之后 他使劲去挖冰块墙 用力太猛 竟然砸坏了耙子桶 剩下的木棍也不好用 正好主持人又拿来了新工具 他点燃两根火柴 谁的最后熄灭 工具就是谁的 而小明却不按套路出牌 把他的吹灭了 主持人不甘心再次点燃了两根 这次还是没有逃过小明的口水 虽然是损招 但他输得无可奈何 小明也拿到了螺丝刀 他变换着各种姿势刺向冰块墙 这样的厚度根本不能刺穿 主持人提出陪他做个游戏 两只手里都有工具 你要选择左手还是右手 小明选择了右手 好吧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小明一脸茫然 但他还是决定试试 一软机时的小黄鸭简直不堪一击 主持人告诉他 想不想要大锤子 只需要一件衣服交换 小明翻找了半天 交出了贴身的小衣物 拿到锤子之后很兴奋 但是只砸了两下 又被主持人要走了 这么小的衣服让你用两下就不错了 小明忽然觉得上当了 他再小也是一件衣服啊 主持人拿来一盘小辣椒 吃掉一根就能拿到新工具 小明选了一根最小的 放进嘴巴里开始咀嚼 朝天交的辣度让他立马变了脸 然后趁主持人不注意 他吐到了一边 然后假装吃掉了小辣椒 主持人一点也没有怀疑 拿来的喷火器 强烈的火焰融化着冰块墙 很快就凹下去一个洞口 主持人见状赶紧收回了工具 这时时间还剩下26分钟 他又好心地拿来了电锯 但是却是坏的 小明的双手动得非常僵硬 怎么都安不上链子 主持人提出脱掉一件衣服就能修好 小明只好脱掉了两只臭袜子 而主持人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你以为多了一点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 他草草地用胶带把链子粘好 这样就修好了吗 小明不得不求助旁边的助理 这次终于修好了 他用电锯在冰块上切来切去 洞口也变大了很多 这时时间还剩下15分钟 主持人端来一盘硬糖果 两个人比赛谁吃的最多就能拿到工具 他们不断地往嘴巴里塞糖果 大约塞到20颗时 主持人撑得吐了出来 小明拿到了斧子 他强忍着寒冷带来的不是 使劲挥舞手中的斧子 但还是打不开这么厚的冰块墙 而主持人却拿走了他头上的帽子 这次的工具是一个撬棍 小明砸了半天 几乎没什么作用 时间只剩下8分钟了 主持人还在拖延时间 打他一巴掌 再给他一个填枣 这次的工具是手电钻 但是钻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亮光 不知道冰块墙到底有多厚 小明的身体几乎被冻僵了 而主持人却让他融化一块冰 现在的体温跟冰块有什么区别 融化不了他反而会变成他 主持人看着瑟瑟发抖的小明 不忍地拿出了手中的喷火器 有了这样的神器 冰块很快变成了冰水 小明拿到了钻冰器 他在墙壁上试了下 两只手几乎没有了力气 一点也钻不动 主持人要和他比赛吃冰棍 时间已经不多了 小明很想赶紧出去 于是三两口就吃掉了冰棍 主持人自叹不如 这次的工具是一把稿头 砸在冰块墙上很好使 只是还没有砸穿 又被主持人要走了 时间只剩下三分钟了 他又拿来一个保险箱 密码是他妈妈的出生年份 小明猜测他现在有二十多岁 妈妈也就是五十岁左右 于是尝试输入附近的年份 还真的被他蒙对了 工具是大铁球 他控制着铁球砸向墙壁 终于砸穿了冰块墙 只是洞口还有点小 主持人又拿来一根铁棍 让他拿衣服交换 小明毫不犹豫地脱掉了卫衣和裤子 接着用铁棍把洞口变大 然后开始往外钻 没有了衣服的束缚 纤细的身材正好可以钻出去 时间还剩下二十秒 他挑战成功了 一个小时的付出没有白费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法逃出来呢 五百斤的破坏球 能不能砸开十层的防弹玻璃 三位小伙冒险挑战 谁的工具能全部砸开 就能赢到奖金 但是必须要使用对手选的工具 丹尼善解人意 为杰克选择了可爱的小苹果 比赛才刚开始就这么内卷吗 杰克还是使出了全力 结果被玻璃吃得连扎都不剩 他为乔治选择了冰冻的水晶球 貌似和苹果差不多 然后用力一扔 一点破坏力也没有 丹尼的工具是一部手机 用来砸核桃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对付玻璃 手机表示很无奈 杰克这次的工具是一个标枪 他向前两步直接扔出 标枪被弹飞了 但是却留下了伤痕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轮到乔治了 他的工具是一个扳手 砸在玻璃上没有一点痕迹 乔治不敢相信 这么结实的玻璃哪里生产的 他为丹尼选择了小铁球 十星的铁球竟然砸裂了第一层 丹尼很开心 但是想要全部砸开还是非常困难 他们决定把工具拿到50米的铁塔上 利用高处的压力重重一击 或许可以砸开它 节目组把玻璃增加了五层 杰克从高空丢下南瓜 正好落在了玻璃上 南瓜碎成了渣渣 玻璃也出现了新的裂痕 乘胜追击 杰克继续丢下32斤的橡皮球 玻璃也被砸裂了 但是却没有伤到最后一层 没有关系 杰克还有一件工具 趁这个时间 先给大家发一波福利 就是左下角这个在手机上 也能养老婆的游戏 里面有白款老婆任你选 温柔的 高冷的 可爱的 成熟的 你想要的通通都有 赶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 他把同志的大铁球从高空扔下 正中玻璃的中心 看起来好像是砸穿了 没想到玻璃竟然还有弹性 凹下去一块并没有砸穿 轮到乔治了 他扔下来一个冬瓜 玻璃完好无损 冬瓜碎成了红渣渣 接着扔下正方形的大铁块 但是只砸裂了第一层 手上还有一个污立方体 乔治继续扔下 还是没能砸穿防弹玻璃 轮到丹尼了 他的第一个工具不小心弄坏了 完全不能使用 第二个工具却没有击中目标 只剩下最后一个 这一次调整好角度迅速撒上 砸中了玻璃 却没有砸穿 主持人认为 杰克的工具对玻璃伤害最大 所以他可以使用破坏球 玻璃也增加到了十层 你觉得他能挑战成功吗 杰克毫不犹豫地解开绳子 破坏球急速落下 重重地砸在玻璃上 直接就砸穿了十层的防弹玻璃 看来破坏球不愧是破坏球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什么东西 可以扛住破坏球的重击呢 这是五十个泳池做成的大盲盒 每一个里面都藏着不同的惊喜 只要打开他就要跳进去 谁先找到安全的泳池就能赢到奖金 三个人叙事待发 而黄毛已经等不及了 他选择了鼓鼓的泳池 里面是软软的枕头 这小子运气还不错 他开心地趴了进去 大卫竟然掀开了干水泳池 有点恶心 但他还是义无反复地躺了进去 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了 老李选到了泡沫水 还不算太糟 跳进去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又轮到黄毛挑选了 这次选到了一池子的卷纸 干干净净 黄毛的运气也太好了 大卫挑来挑去 还是倒霉依旧 他跳进白色的泳池里 立马变成了小丑鱼 老李打开了史莱姆的游泳池 绿色的棉叶将他包围 没想到竟然很好玩 大卫也忍不住进去玩耍 而黄毛却认为很恶心 只顾着笑话别人了 转身他就选到了白色的油漆 生无可恋地趴了进去 同伴帮他涂满全身 所谓的好运气果然不持久 大卫这次选到了红色的饮料 他放纵一趟 先让身体喝个够 老李选到了臭鸡蛋 他屏住呼吸 往里面一趟 绵糊糊的触感 隔着衣服都很难受 这一次黄毛选到了气球泳池 他很开心 而大卫依然很倒霉 掀开了泡菜缸 酸黄瓜的味道他竟然很喜欢 连人带头直接趴了进去 尽情地享受酸菜的酸爽 老李竟然选到了安全的泳池 他再也不用冒险了 赶紧逃离了这里 剩下的两人一脸茫然 只剩下最后一个安全的泳池了 他们只能继续比赛 黄毛选到了绿色的游泳池 他一个潜水直接滑了进去 有点赖眼睛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大卫选到了冰水泳池 里面的冰块还没有融化 虽然很冰冷 正好可以洗去身上的污垢 就连不太聪明的脑子 也忽然变得清醒了 黄毛选到了坏冬瓜 他直直地躺了进去 大卫觉得还不够 非要恶心他 一回头就选到了更糟糕的 他躺在满是颜料的泳池里 就好像一幅名画 两个人从紧张的比赛慢慢想开了 既然是冒险那就把他当鱼物 放肆地耍起来 玩得开心点不去想那么多 他们打开了一半的游泳池 黄毛终于选到了安全的泳池 结束了这次冒险 而剩下的二十个泳池 大卫必须全部体验完才能回家 他倒表现得很乐观 打开一个就趴进去 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赢的人哪有机会体验这份快乐 大卫觉得比拿到奖金还开心 经过十几分钟的折腾 他终于打开了全部的泳池 不知道是替他开心还是难过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泳池你最讨厌哪一个呢